另外离难者黄巧玲是台大医院的护理师 老家在玉里镇的他 趁着休假返乡 想要为家人来庆生 搭上了这一列的火车 而他的父亲感叹运气不好 也不怪任何的人 希望能够查出真相 来还给家属一个交代 泰鲁格号事故伤亡惨重 其中一名离难者黄巧玲 是台大医院资深护理师 家住在花莲玉里 有没有打算要给母亲 惊喜庆生 搭上了这班408次 泰鲁格号不幸身亡 黄父亲说 这种事各部门都有缺失 希望法律给家属真相 对这个事件 他们家人就是 除了伤心以外 他也就是 不会怪罪于任何人 当然就刚刚讲的 一切到此为止 他也希望他的爱女巧玲 能够放心的离去 黄爸爸说 女儿养了37年 担任护理师工作表现很优异 也很敬业 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发生不幸 不会怪任何人 只能说运气不好 才会搭上这班车 现在只能等女儿的遗体修复完成 圆满送回到他喜欢的地方 我们同学之前听到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有很多同学 都没办法接受 甚至于有的 甚至于已经 要回来看他 连火车都不敢搭 对于事发 袁英皇爸爸说 希望调查单位秉公侦办 对媒体报道 有关涉案 肇事者他没有心情多想 只希望早日能有个真相 记者综合报道